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种就是岳辅明歌 与它有关的考点就是岳辅双臂 我们逐一来进行学习 第一个 富 富善用偏文 即以对账为主 善于描写宏大的体裁 汉富四大家是说西汉和东汉两汉时期有四位写富的高手 分别是西汉时期的司马向儒和杨雄 以及东汉时期的班固和张恒 第一位 司马向儒 我们都听过他在汉武帝时期追求卓文君的故事 凤求皇的古琴曲 既和他有关系 那么卓文君当炉卖酒也是人们口耳相传的典故 司马向儒后来得到了汉武帝的器重 写下了紫须富 上林富和长门富 考试当中很有可能就问以上这几篇富的作者是谁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 是司马向儒 第二位 杨雄 他的名字比较特殊 尤其是姓氏不是木字旁的杨 而是提手旁的杨 大家一定要注意 杨雄的代表作叫做羽猎富和甘泉富 以上是西汉时期的代表人物 东汉 班固和张恒 他们两个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都带一个数字二 两都富和二金富 他们都是以西汉的首都长安和东汉的首都洛阳为描写对象 但是名字咱们一定要搭配清楚了 那么我们同时要注意了 班固还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历史学家 其代表作叫做汉书 张恒还是一个科技界的学霸 对吧 比如说侯峰帝洞仪的发明既和他有关 岳石的科学解释也和他是有关系的 这是两汉时期的汉富四大家 到了西晋时期有一位写富的高手叫做佐斯 其代表作叫做三都富 西晋之前分别是魏蜀吴三国 对吧 那么三都富就是描写魏蜀吴三国的首都的庄美景象的 那么由于他的三都富写的实在是太好了 那么人们争相传超 当时是不是用纸作为一个书写材料 供不应求导致洛阳纸贵 这个成语典故和佐斯是有关系的 除了富以外 第二种就是我们刚刚所说过的 岳府诗歌 岳府本来是秦汉时期收集音乐和诗歌的一个机关 那么后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种文学体材的名字 汉岳府当中有两篇著名的篇幕 合称双臂 即为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 也叫木兰词 孔雀东南飞无礼一徘徊 描写的是谁和谁的爱情故事 是不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对不对 那么以爱情为题材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叙事诗 木兰词描写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女扮男装的英雄人物花木兰 替父从军的故事 那么我们继续 第三个点是淮南子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的组织者作者之一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 所以这本书就叫淮南子 子是一个先生的尊称 那么他也叫什么 也叫淮南洪烈 如果我们在考题当中看到了淮南洪烈 大家不要感到陌生 也是淮南子 那么淮南子里边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 主要有女娃补天 后裔摄日 共公怒创不邹山 那么嫦娥奔月 大雨之水等等神话故事 再来看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我们有了建安文学 建安是宗汉末代帝王汉献帝的年号 像我们熟知的三曹和建安妻子都活跃于建安年间 所以我们把这些人的文学风格称为了建安风谷 那么三曹指的是曹操曹丕和曹直 曹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军事家 政治家 他还是一个诗人 比如说短歌行 龟虽兽等等 他的两个儿子 其中 魏文帝曹丕 他的著名作品叫做《典论论文篇》 《典论》是一部书 收集了20多篇文章 其中有一篇叫做《论文篇》 那么他的讨论对象肯定是文学了吧 对吧 那么《典论论文》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而曹直 我们都知道与他有关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什么 叫做《财高八斗》 是谁夸曹直、曹子健、财高八斗呢 是谢灵韵这个山水田园诗歌的鼻祖八 那么曹子健的代表作 我们大家都能想到西部诗 其实除了他以外还有了白马片和洛神父 尤其洛神父是不是人们口耳相传 他的描写对象是洛河的女神洛神 描写了洛神的潇洒和明媚 这是三曹 与此相对应的叫做贱安妻子 其中我们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孔荣 也就是让离的那位 那么还有王灿 其成就也非常的高 王灿的代表作叫做七哀师 哀叹当时名声之多尖 建安文学三曹七子 这样的名词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接着来看几部代表性的文学书籍 尤其要记住是谁写的里边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步搜神迹 你看中间有个什么字 神 说明和神神鬼鬼怪怪那些内容有关 是东晋时期的干宝整理所写就的 里边记载了著名的干将墨爷的神话故事 是智怪类的小说 下一个叫做是说心语 这部书大家可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考试当中它频繁的出现 是说心语指的是世界上人们一直在说的一些新鲜的言论语录 其实就有点像把微博上的那些段子整理成册 他的作者是谁 是南朝刘宋时期的一个王爷宗室刘义庆 他让底下的门客将人们言谈举止的一些言行议事总结而成的笔记小说 比如我们熟悉的竹林前的故事 很多就来自于是说心语 描写了当时贵族士大夫们的精神生活 它描写的可不是一般老百姓 它是贵族士大夫言行取之的集合 文心雕龙 那么它有一个字文和文学理论的创作是有关系的 它的作者是著名的文学家南朝时期的刘写 文心雕龙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理论的文学理论专注 就是告诉人们文章应该怎么写 什么是一篇好文章的标准 我们一定要记清楚了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写 好 看完了秦汉到魏晋 我们接着往下领略唐宋的诗词之美 在这里我们会讲到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大家也要做到熟知 首先来看唐诗 我们可以将唐诗按照时期分为了初唐 圣唐 中唐 和晚唐 那么初唐时期有四位杰出的诗人叫做初唐四杰 哪四位呢 王 杨 卢 王博 王博 杨炯 卢 罗兵 王 其中王博的代表名作就有 藤王 格絮 洛霞与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 一色 年轻的王博用其才学征服了千百代的人民 那么我们要注意 初唐四杰当中有没有陈子昂这个人物呀 没有 陈子昂的代表作叫做登幽州台歌 他是一个常见的干扰选项 陈子昂生活在随末唐初 但是不属于初唐四杰亡羊鲁落当中 希望大家注意 那么我们来看圣唐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圣唐时期经济繁荣发展 那么文学也是一个大爆发的年代 里边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和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个出现的典型的流派就是山水田园诗歌 山水田园可以追溯到陈元明和谢灵韵这样的魏晋时期的先贤 那么到了唐代有两个代表人物 值得我们注意 一个就是王唯 一个是孟浩然 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王唯 王唯自摩羯 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 他被称为了什么 师先 师圣 还是师佛 师佛 怎么记 因为王唯自摩羯 唯摩羯这三个字就是佛教的典型用语 王唯他的一生都宠信佛教 所以我们把这位诗人称为了师佛 那么王唯的诗歌写作特点有什么样的特征 那就是诗画一体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这是苏世形容他的 比如说他的代表作之一 史智赛上 大漠 孤颜值 长河 落日圆 眼睛一闭 画面感是不是极其的强烈 对吧 王唯 诗画一体 9月9日一山东兄弟 那么同学 9月9日你能想到哪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九九重阳 对吧 那么他也说了 便差诸鱼少一人 那么重阳节既以登高差诸鱼和家人的团圆有关 孟浩然 是称孟襄阳代表作有我们熟知的春晓和素建德江 山水田园一派宜然风光 那么唐代在我们今天的甘肃 宁夏和新疆等地多有一些和少数民族的战争 好多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投身于沙场军旅当中诞生了一个派别就是编赛师 代表人物有陈森 王昌龄和高氏等 陈森的代表作叫做白雪哥送五判官归金 里边有快智人口的一句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请问这里边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梨花指的真的是白色的梨花吗 不对 是用梨花的白来衬雪花的白白雪哥送五判官归金 对不对 好 王昌龄 那么我们要知道他的别号 王昌龄被称为了七爵圣首 那么他擅长于创作七言绝句 我们故而称之为七爵圣首 他还被称为了施家夫子王江宁 所以提到了七爵圣首 施家夫子 我们一定要对应王昌龄 他的代表作有初赛等 那么高氏代表作别董大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以上是山水田园和编赛师 那么圣唐时期除了师派以外 还有典型的人物 比如说这里边所说到的大李渡分别指的是 师仙李白师圣杜甫以仙以圣没问题吧 李白自太白号什么局势 青莲局势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唐宋时期有好多局势 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 比如说我问问大家 香山局势是谁 是底下的白居易 那么如果我再问义安局势是谁 李清照 那么还有六一局势是宋代的欧阳修 对吧 你会发现局势这个词在文学当中会频繁的出现 那么李白好青年局势 好喝酒吧 对吧 自称酒中之仙 也是诗中之仙人 善用夸张的方式来描写 比如说他说烟山雪花大如席 烟山上面飘下来的雪花打得像席子一样 是不是很规律和夸张 那么再来看杜甫 如果李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而杜甫就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 李白生活在盛世的年代 而杜甫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 那么他的诗歌的特点叫什么 沉郁顿挫 多描写老百姓的艰难生活 那么心怀世人 所以我们称为诗圣 那么他的诗歌 多称为诗史 以历史题材为主 比如说三历三别 三历描写的是战争当中的心安历 石毫历和同观历 对吧 观历对于老百姓的压榨 三别写的是杜甫自己的个人境遇 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学过毛巫为秋风所破格 里边是不是就寄遇了杜甫五炉独破 受冻死一族 这样一种心怀世人的胸怀 对吧 李白浪漫 杜甫现实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来中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那么我们来看白居易自乐天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以平白小唱为风格 那么传说当中他没写一部诗 就让老太太听一听 如果这位老妈妈老太太觉得我能听得懂平白小唱 那我就发表 否则就不发表 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 被称为了诗魔和诗王 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文学 那么他在文学上还有相应的改良运动 我们称为新岳甫运动 岳甫诗歌是汉到魏晋时期的典型文学体材 那么后来岳甫诗这种现实题材越来越少 而白居易他的代表作就喜欢描写现实 所以他提倡回归到岳甫诗那样的现实当中 提出了新岳甫运动的理念 代表作有长恨歌和琵琶琴 那么长恨歌分别以谁为男女主人公呢 以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为主人公 描写他们之间的爱情 此恨绵绵无绝期 那么希望将爱情进行到底 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是不是杨贵妃命丧马伟婆之边 和我们的历史事件有关 所以如果以历史来考察文学 我们大家也要予以警觉 琵琶行是不是描写了白居易被贬观之后自己的人生境遇 再来李赫 李赫自长疾 所以他的文学体材就叫长疾体 由于他写诗有鬼才 那么思想与众不同 那么又因年早逝 所以我们称之为诗鬼 诗仙 诗圣 诗魔 诗王 诗鬼一定要注意一个区分 好吧 那么刘雨昔 刘雨昔由于参加政治事件 政治改革失败 所以他很喜欢借古讽经 那么用古代的一些历史的变迁来告诫诗人 那么陋诗明我们在中学时代学过 对吧 那思诗漏是唯武得心 而乌一象是不是描写的是南京福祠庙附近的一个著名的街巷 乌一象当年是魏晋南北朝王谢高门大户居住的地区 王 王敦王岛还有书法家王羲之等人 对吧 谢 谢安 谢玄文学上的谢灵韵等人 王 谢在魏晋时期是高门大户 但是到了当时已经衰落 旧时王 谢唐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借古 玉金 借古 奉金 这就是刘雨昔的特点 那么上面我们有大礼度 到了中满堂自然就有了小礼度 大礼度是李白杜甫 那么小礼度是李商隐和杜牧 那么我们把这两位并称 李商隐善用一些晦涩的典故 比如说代表作有锦瑟和吴提 锦瑟无端 五十贤 一贤一注 丝华年 对吧 善用典故 杜牧 号樊川居士 又一位居士出现 他也喜欢借古玉金 借古讽金 看完了唐诗的雄魂 我们来看看词它的特征 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点 唐诗诵词 那么词这种长短句的体材 只有宋代才有吗 不是 那么唐代既有了词 比如说唐代写词的高手之一 温庭云 是花间派的代表人物 可是在唐代词不登大雅之堂 没有大量的创作 到了宋代的时候 词这种长短句的形式 才为文学家们所更多的接受 分成了豪放派和晚约派 两大派别 豪放派当中有 范仲淹 新细吉 岳飞 陆游等代表人物 范仲淹的代表诗作叫做岳阳楼记 那么描写了岳阳楼的大观 在这篇文章当中是不是提出了先天下之幼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虽然这是一部文学作品 但是范仲淹也表达了自己心怀家国的特点 他的诗词也表达了这种豪迈的理念 新细吉 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自幼安号驾轩 所以他的词集就叫什么 驾轩长短句 提到了驾轩就要意识到了是新细吉 那么他的代表作之一有清玉案袁熙 描写的是袁宵节看灯的景象 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身处 岳飞 著名的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抗金英雄 代表作满江红 那么里边描写了对于靖康齿的痛恨 靖康齿 游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陆游也经历了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动荡 豪放的誓词当中包括了适儿 死去元之万时空 淡杯不见九周同 王师北定中元日 佳继无望告乃翁 其中的乃翁指的是你父亲的意思 陆游 以父亲的口吻告诉自己的儿子 如果北宋收复了实地 请一定在祭祀我祭奠我的时候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 九泉之下的我 那么这是好放的诗人以及词作 那么再来看婉月汉 婉月汉当中第一位代表人物是南唐时期的李玉 那李玉呢经历了国家的破灭 在他人生的后期词作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 代表作于美人 还有到了宋代将词更加的文人化 那就是刘勇柳三变 代表作于林林 那么我们说 凡有井水隐处皆能割柳词 以夸奖刘勇诗词的传播之广 秦官秦少游代表作雀桥仙 那么金风玉露玉露一相逢便盛去人间无数 雀桥仙描写的是什么传统佳节呢 西西对吧 女儿节 李清照是我国难得的女词人 她的一生历经了坎坷和动乱 经历了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 那么号什么呢 义安居士 所以我们也管他叫做李义安 他和兴契集 集冠上都属于济南 所以我们称其为济南二安 因为兴契集自右安 而李清照 号一安居士 这是宋词的典型派别 那么唐宋时期除了诗词以外 还有散文的创作 那就是唐宋散文八大加 唐代有几位呢 两位 韩玉和柳宗元 合称韩柳 那么宋代自然就有六位 分别是欧阳修 三苏 王安石和曾拱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韩玉 韩玉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提倡者 提倡文仪载道 要文起八代之衰 他说唐之前 魏晋南北朝 文风奢靡 言之无物 而文学作品是干嘛呢 用来传播儒家的道统的 那么他要像先秦时期的古文那样 言之有无 那么文仪才道 柳宗元 由于他祖籍是在山西的今天的韵城地区 而古称为河东 故而称之为柳河东 他的代表作为永州八纪 钱之旅等等 那么 宋代六位当中有三苏 即为 苏巡 苏氏和苏哲 苏巡为父亲 苏氏 苏哲为兄弟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东坡居士 苏氏 那么了解了唐宋时期的文学瑰宝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元明清时期主要集中在了戏曲和小说这两个领域 戏曲当中 元曲四大家分别就是官马正白 官汉清 马 马之远 郑光祖 白 白谱 那 官马正白 那么如果题目说了 王师傅 是元曲四大家之一 对不对 一定是不对的 王师傅被称为了元曲五大家之一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被排除在外的王师傅 他的代表作很有名 叫做西香记 描写的是崔莹莹和张生张君瑞的爱情 那么其中 崔莹莹的丫头丫鬟 红娘是不是起到了一个说媒的作用 那么我们也把红娘成为了婚姻中介月老的代名词 那么关汉清的代表作叫做斗鹅冤 其主人公即为斗鹅雪见白裂六月飞雪 因为他说他是被冤枉的 六月大这天即飞雪来冥冤 马之远 我们大家最熟知的就是他的天晋沙秋思 对吧 描写了秋天的萧瑟景象 还有他的文学作品有汉宫秋 主人公即为王昭君和汉原帝 怎么记呢 你看汉和宫 那么昭君我们都知道 是不是初赛和亲的那样一个杰出的女性 那么和西汉是有关系的 那么汉原帝把它外放与匈奴和亲 是不是和宫殿有密切的关系 这样就好记一些 郑光祖 郑光祖的代表作物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了 叫千女什么魂 千女离魂 主人公叫做张天女 最后一位圆曲是大家的是白璞 代表作有墙头马上和巫童语 尤其希望大家注意巫童语这部文学作品 为什么呢 因为巫童语这部圆曲 它的主人公是唐明皇 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 与我们前面所说过的白居易的长恨歌 所借用的体材 是不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归类记忆 再来我们来看明清文学 主要集中在了小说和戏曲方面 明代第一个要学习的知识点是 小品文的集合体三言二拍 三和二加起来是五 在这里边有五部文学作品 三言指的是明代冯梦龙的 《遇世明言》 《醒世通言》和《醒世横言》 这三部文学作品都带言字 故约三言 还有《灵蒙初》的《初课拍案惊奇》和《二课拍案惊奇》 都带一个拍子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二拍 这五部文学作品 基本上都是以短小金焊的故事为主要内容 劝戒世人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知识点是汤贤祖 汤贤祖是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 被称为了东方的沙士比亚 它的代表作有四部 合称《灵川四梦》 也叫《玉冥堂四梦》 《玉冥堂四梦》 《玉冥堂》一听文学气息就非常的浓 那么是它的书斋的名字 《灵川四梦》《玉冥堂四梦》 《玉冥堂四梦》都带一个梦字 包括《牡丹亭》《寒郸记》《南科记》和《紫差记》 其中成就最高最为世人熟知的就是牡丹亭 这四部戏全部和梦境有关 所以叫做《灵川四梦》 那么牡丹亭后来成为了我们国家戏曲捆曲的代表选段之一 《游园经梦》即出自于牡丹亭 底下有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其实是明清时期的四部小说所构成 明代有三部即为三国水浒西游 作者分别为罗冠中施奈安和吴承恩 这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 三国演绎是以三国制通俗演绎为题材 描写了魏蜀时期的三国的战争 擅长描写人物 而《水浒传》描写的是什么 是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宋江起义的故事 那么《西游记》 它来源于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经历 加以了文学的改良 所以他们都有历史的来源 也都有文学的加工和创造 考试很有可能拿一个其中的片段和回幕 来问属于哪部文学作品 那么我们从小经常看相关的电视剧 应该大家比较熟悉 那么这三部都是明代的 那么清朝的清代的曹雪芹 代表作机为《红龙梦》 也叫石头记 里边的主人公男性角色为贾宝玉 女性是以林黛玉和薛宝钗人为描写对象 描写了大官员内封建大家族的新衰成败 《红龙梦》由于描写封建时代的贵族的生活 被称为了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预示着封建社会必将衰亡的最终命运 明代这些三言二拍《汤贤祖》四大名著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再来看清代的文学作品 前面两位是小说家第一位蒲松林 代表作是以神鬼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集《聊斋之意》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画皮是不是就出自于这部文献 那么对于它的评价我们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叫做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股三分 这是郭墨若郭老对于聊斋的一个点评 写鬼写妖比如说里边的聂小倩新十四娘 是不是都是鬼妖对吧 那么表面上写的是鬼和妖以及人的故事 其实背后是讽刺贪官污吏的 所以叫做刺贪刺虐日古三分 蒲松林一生在仕途也就是科举这方面很坎坷 所以他把自己美好的愿望都写在了书当中 对于封建社会黑暗大家驳斥 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表达了向往 再来 吴静子他的代表作品叫做《如灵外食》 《如》字是不是和科举考试有直接的关联 那么到了明清以后 我们的科举考试有个词叫做八股取士 那么凡是科考的举子必须写八股文 像范静当年老同生是不是就是突然中了举而高兴疯了 那么用这样的一种荒诞的故事讽刺了八股取士的荒谬 这两部文学作品都和科举有一定的关联 都和真编实壁有一定的关联 下面两位洪生和孔上任 合称叫做南洪北孔 是两位戏曲作家 那么洪生他的代表作叫什么 叫长生殿 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死与时 那么描写的是谁 还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我们想一下前面是不是有白居易的长恨歌 那么元代是不是有白朴的巫童语 对吧 那么第三部和唐玄宗杨贵妃有关的爱情故事 就是洪生港长生殿 没问题了吧 可以放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记忆 那么孔上任 他的代表作叫做桃花扇 男主人公叫侯芳玉 而女主人公比较有名 是秦怀和尚的秦怀八雁之一李湘君 描写了侯芳玉和李湘君 在明末动乱当中的爱情故事 那么两个人的定情信物是一把扇子 故而这部戏就叫桃花扇 那么这部戏表面在写侯和李二人的爱情的悲欢离合 其实描写的是明代末年的国破家王 所以他的评价叫做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表面写的是二人的悲欢离合 其实背后写的是明代的兴衰成败 那么如果题目当中出现这个评语 你一定要对应清楚 是桃花扇作者为孔上任 石海泛舟顾名思义 是了解我国古代历史书籍的相关信息 我们会讲到计传体 编年体和国别体三种典型的史学体力 第一类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寄传体 所谓的寄指的是给帝王所写的传记 而传多数是给大臣所写的人物生平 所以你会发现寄传体就是以人物的一生来为描写对象的 我国第一部寄传体同史即为史记 它的作者是西汉的司马迁 我们也把它称为了太史公 对吧 司马迁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 曾经遭遇公刑 那么在面对巨大的耻辱 他没有退缩 反而将自己的一生写就了史记这部著作 那么被称为了我国第一部寄传体同史 寄传体我们解释过了以皇帝和大臣的生平为描写对象 什么叫通史 因为史记它的时间节点是从传说当中的三皇五帝一直写到了西汉的汉武帝 打通了历史的脉络 那么我们管它叫做寄传体 通史 不是描写一个朝代 而是整个的时间节点我们都写了出来 那么司马迁说我为什么要写史记 他说旧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最终要成一家之言 我要了解天地和人之间的关系 古代和现在之间的联系成我一个人的学说 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是第一部寄传体的同史 那么再往后面走 主意和史记相并称的就是汉书 作者是东汉的班固 那么史记是寄传体同史打通了历史线 而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寄传体的断代史 不安代史只写一个朝代 汉书就只写了西汉的历史 而且你会发现是后面的东汉人班固写前一个朝代西汉的历程 从此以后我们国家的二十四史就确定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只有后来才能写前一代的历史 不能当代人写当代史 你比如说司马迁他是西汉的人物 但是他也写了西汉的相关的内容 对不对 从汉书以后 二十四史全部都是后代且前代的故事 那么二十四史当中前面有四部书非常的有名 我们把它称为前四史 即为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后汉书是南朝时期范页所写 而三国志描写的肯定是未属三国的历史 它是西晋时期的陈寿所写 由于这四部书所写的时代最早 而且笔法精道 那么堪称佳作我们合称为前四史 这里边就提到一个概念叫做二十四史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同学 请问二十四史有没有春秋这样的编年提示书 没有 我国的正史二十四史全部都是记转体 所以人家如果出来一个编年提的史书 那么说这个属于二十四史 这一定是一个错误选项 希望大家注意 那么前面我们介绍的是记转体的前两部书记 史记第一部记转体同史 而汉书第一部记转体的断代史 那么再往后面走 我们来看编年提 编年提中间有一个字就是年 它是以时间轴作为一个核心要素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鲁埃公元年二年三年四年 我是以每年为一个时间单位来描写历史的发展 代表作品由春秋左传和资质通鉴 他们这三部书分别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我们要来关注 第一部春秋和孔子有关 孔子编定了五经诗书礼义春秋 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春秋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 鲁春秋齐春秋等等 但是礼崩儿越换 孔子是把这几部书编绘成册 那么春秋它是现存我国最早的编年提史书 但是春秋在那个时代写的很简略 那时代也很动荡 书写材料也不完整 为了弥补他所写的内容比较的简洁 那么就有了一个概念叫做春秋三传 对于春秋做注解的三部书籍 分别就是左传 公羊传和古良传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左传 对不对 OK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左传 左传是一个简称 它的全称就是春秋左世传 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它的作者就姓左 是春秋时期的左秋明所写 那么左秋明这个人擅长描写战争 擅长记录人的言行举止 所以在他的左传当中 对于春秋进行了更多的解释 将战争描写的很详细 所以对于左传 我们称之为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题史书 有同学就会说了 你看又有最早的又有第一部的 怎么两个都是最早的 对于他们的修士词是不一样的 春秋是最早的编年题史书 是说有了编年题史书 但是春秋笔法写的非常的精简 那么左传对它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以及故事内容的扩展 所以被称为了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题史书 没问题了吧 有同学还会想了 《公羊传》和《古梁传》呢 那么这两部书籍主要是针对春秋当中考据学相关的内容进行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大家只要知道这两部书的名称就可以了 考试不会考的太详细的 希望大家注意春秋三传这个概念 那么再往下面走到了北宋砸钢的那位司马公 是吧 那么他的代表作叫做资质通鉴 我们也简称叫做通鉴 中间有一个通字 还记得吗 我们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基砖体通史 对不对 打通了历史线 而资质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呢 从三家分镜战国初期开始写 写到了北宋的前面五代十国时期 从战国写到五代十国 是不是也是打通了历史线 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了通史 而当时的皇帝认为这部书有资于制道 可以帮助统治者管理国家统治人民 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做资质通鉴 以史为鉴 那么通过这四个字名称 你是不是就知道它有什么特点了 第一个它是一部同史 第二个它是给谁看的 是给皇帝所看的 让他们了解统治的方法以及策略的 但是记载了很多很多的历史的故事 那么编年体的春秋 左传 资质通鉴 我们都要注意它们的特征 听明白了吗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 国别体 国别体当中有一个很突出的词 国 那么肯定是以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主角 对 那么他是左兄民所写和左传是同一个作者 但是内容不太一致 主要写的是当时各个诸侯国他们的纵横百合的历史 那么国语被称为了我国第一部国别体主作 希望大家注意左丘民有两部书籍 我们来看这道题 下列作品和内容对应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A 道可道非常道 民可民非常民 关键词是道 那么诸子百甲里边哪个流派强调道呢 应该是老子的道德经 所以不是莫子 而本题正好就问对应不正确的 所以选A 再来看B 前世不忘后世之诗 是教育后代人要熟悉前代的历史 出自于战国策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出自于李济的大学篇 大学后来和中庸以及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 满指黄唐岩一把心酸泪就来自于曹雪芹的《红楼梦》 本题选A 孔雀东南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 取材于东汉时期发生在卢将军的一桩婚姻悲剧 主人公是 那么我们说了 孔雀东南非五里一徘徊 描写的是谁和谁之间的爱情 应该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可歌可泣的感人爱情故事 君当做磐石 妾当做蒲尾 对吧 那么在这个里边C我们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 侯芳玉和李湘君与他们有关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呢 是描写明代末年动乱的《桃花扇》 作者为孔上任 下列诗句与涉及的人物对应不正确的是 ABCD分别用一句诗来对应相关的人物 哪句是不正确的呢 应该是A 天子忽来不上船 自称陈氏九中仙 这句诗来自于杜甫的诗歌 那么描写的是谁呢 不是张旭而是师先李白 李白这个人呢 世财傲物 当年的唐玄宗啊 传唤 汉林院的李白来到他的面前 让他来写作文学 但是李白说我喝多了 那我不上你的船 我是九中之先 不受凡人的指派 那么张旭呢 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草书家 书法家 二B 举世皆拙 我读清 众人皆罪 我读醒 那么出自于屈原的渔妇 是说江边啊 有一位捕鱼的老翁和屈原的对话 屈原认为世界上的人都是思想浑浊的 而我思想是清醒的 所以很痛苦 别人都像喝醉了一样醉生蹦死 而我独自清醒 感到极其的痛苦 展现了屈原自身的报复和无奈 嘴里挑灯看见孟茴吹脚联营 那么出自于心气急 正确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趋日苦多 是不是来自于曹操的短歌型 那么短歌型当中展现了曹操 为民操劳 渴望贤 希望达到一生追求的梦想 这样的一种理念 本题选A 其他的BCD和人物对应是正确的 红娘 出自于哪部古典名剧 那么红娘和谁有关 张生 崔莺莺 那么张生 崔莺莺 是来自于哪部文学作品的 《西乡记》 作者为元代的王石甫 以张崔二人的爱情为主线 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对于爱情的一种追求 《西乡记》被称为了天下夺魁之作 红娘因为育成了二人的婚姻好事 也被称为了婚姻的象征 对吧 月老的象征 《琵琶记》呢 《琵琶记》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 《江州司马青山诗》 《长生殿》出自于清代初年的洪生 描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 《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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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写的是侯芳玄和李湘君二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戒二人的悲欢离合写明代的兴衰成败 戒离合之请写兴亡之战 《桃花扇》 那么题目当中介绍了二拍指的是 柠檬初的初课拍案惊奇和二课拍案惊奇 下列不属于三言的是哪一个 三言指的是欲视明言 警视通言和省视横言 不包括在内的应该选的是二臂 入视真言 你会发现这四个选项是不是长得都很像 所以我们要熟知三言和二拍 分别包含了哪些文学作品 那么要把干扰项快速的找出来 那么就能够文准狠的得分 这个题目问诗词当中的地名 劝君更敬一杯酒吸出阳关无故人 出自于王维的宋元二使安息 那么阳关和御门关 在汉代是不是我们中原内地和西域的分界线 那么阳关在今天的哪里呢 是在甘肃省的 所以平时我们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 应当具有这样的敏感性 或是最后一样的诗歌